我們知道選舉快到了 這個時候為什麼會喊 八年八百億要加碼 其實我們 我們當然不能小人之心 杜君子之父說 他們全部是政治考量 但是我覺得很大一部分 八年八百億的部分 就是我們當初 從他2005年提出來 一直到莫拉克的時候 我們寫過無數次檢討的報導 都是在檢討說 這個錢花了就是不對 就是有問題 它是一個違反林基預算編列的東西 先給錢再做計畫的東西 完全是錯誤 但是地方首長 其實比我們記者還清楚 他們為什麼還這樣喊 他們當然希望說 這個錢進來溢注之後 他們能夠有資源可以運用 所以說他願不願意釋出來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就是說接下來看 縣市首長怎麼樣回應 我覺得從政治層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可行性不高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所有政治人物 還是能夠看得長遠一點 還是把這個救災的東西 真的要放到最前面 不過說實在這幾天 我們看到災情這樣一件一件的傳出來 我們真的希望各縣市首長 可以認真的幫我們人民來想想 讓我們的治災 可以有更好的成效出來 謝謝光一幫我們做了分析 謝謝主播 請死去給我們 謝謝主播